歡迎收看十全十美廚房好咩 相信您家裡一定有很多的調味料 這個調味料是你天天都要用得到的 那但是天氣冷呢 就有一種調味料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那就是沙茶醬 那沙茶醬為什麼特別重要 因為天氣冷我們要來吃火鍋啦 吃火鍋當然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基本上沙茶醬這個醬料少不了 可是平常擺著沙茶醬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料理呢 除了我們一般的這個沙茶炒空心菜 炒牛肉之外好像沒什麼變化了 今天就要來教你 我們先歡迎奧奧賽 今天好MAN上菜要為大家介紹 沙茶銀牙雙料 主要材料有 雞腿排400克 中捲300克 豆芽菜100克 紅甜椒1 3分之1顆 黃甜椒1 3分之1顆 韭菜花30克 蔥一汁 薑一塊 雞蛋1顆 菜白粉少許 調味料要準備 米酒2匙 沙茶3大匙 糖適量 醬油2匙 還有胡椒粉少許 以上就是沙茶銀牙雙流的主要食材 沙茶醬是主角 沙茶醬只是主角中的主角 主角中的主角 但是今天這個沙茶銀牙雙流 就特別了 比較特別 這是你做我們準備的雞腿肉 這個是雞腿排 然後這個是中捲 中捲 就是頭條 我們看到雞腿和海藏食材 下去搭配 這樣的一個搭配是比較少見的 但是我們如果雞腿排 我們把它炸得比較軟韌一點 那它的口感近似這個中捲 兩個是可以搭在一起 然後這個清脆的口感再加上 這個菇菜花的口感 其實搭起來是滿 待會你就知道了 好 來 我們先來做切板的動作 然後我們先把 我需要一個盤子 盤子來 因為我們配色的關係 所以我今天選用了兩種那個 膠的顏色 我為了配色就是兩種食材來搭配 因為甜椒 它中間這個梗的部分 這個芯的部分 它會在加熱的過程當中 會一直出水 會出水 會出水 對 把黃椒跟紅椒 切成條狀 那今天我為什麼沒有拿綠色呢 綠色的我選用的那個就是菇菜花 對 我們沙蝦不是要炒 空心菜 對 很中的味道 很中的味道 沒錯 但因為我們沙蝦 我們製作的一個印象 就是沙蝦很油 對 口味很重 口味很重 吃火鍋的時候才有你聞 你如果要來炒的時候 可能 整個味道 因為味道很濃烈 油氣很足 所以我們就要有一些蔬菜的東西 來調味一下 這是一個大色而已 你如果沒有韭菜花 你可以放小黃瓜也可以 小黃瓜 輕脆 那一般我們那個沙茶醬 大部分都是做一些肉的料理比較多 對啊 就你的印象當中 最常吃到就是沙茶 牛肉 沙茶 羊肉 我曾經吃過沙茶 炒空心菜跟牛肉 我連續吃了三個多月 我就是宵夜 我每天宵夜就是吃這樣 每天必點就對了 對對對 我太喜歡吃沙茶醬 結果咧 結果很好 結果吃得很開心啊 結果我看也沒有什麼多大的成果 還是這樣的一個 這麼好的身材 這是薑 對 這個是薑 我們把它切成米 切成米狀 像我們這種 我們這種體質喔 你也是啊 對 我們這種體質 就常常會氣死人 怎麼吃就是不會胖 對啊 對對對 一樣不是只有三餐而已 可能一天只吃到午餐 還是不會很胖 對啊 很鬱鬱的這樣就對了 不要再說 我講就要用什麼 因為我今天選用的是雞腿牌 那個骨輪的地方 我們把它切掉 切掉 對 我們雞腿牌是容易擠 對 我們等一下有一個滑油的動作 對 這個比較厚的部分 稍微把它片開一下 對 稍微把它片開 稍微把它片開 好熟 對 因為今天為什麼要選用雞腿牌呢 因為沒有選用那個雞腿牌 或者說 雞胸 對 或者是雞胸腿 因為怎樣你知道 因為它本身喔 比較有口感 這個本身有咬勁 嚼勁比較好 比較有咬勁 所以雞胸肉變成 反而不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因為它沒什麼油 沒什麼油脂 吃起來粉粉 對 可能就剩下我們的那種 有些坊間上的那種雞排 炸雞排會使用雞胸肉 對 那個剝給我 謝謝 這裡 謝謝 大家要先醃是不是 醃一下 但你需要 我要先問清楚 上次沒講整顆就下去了 這次讓你做煮吧 不要啦 你先講 要什麼 兩千還是 兩零 兩零 來 中卷我們還要再醃嗎 中卷就不用了 中卷就不用了 加上一顆蛋黃 那我們 那我們 我們因為在家裡調理的話 不會像在餐廳一樣 做的時候 要用 因為我們今天不需要刻花 所以我們的那個膜不需要拿掉 外面這一餐 好 我們只把這個椰拿掉就好了 口感吃起來不差 不差 因為你沒有要放火 你如果放火的時候 這些膜都要拿掉 就要拿掉 對對對 你說這個醃還要再加什麼 好 我們加一點點的酒 酒 對 加一個蛋黃 加一點點的酒 一個小湯匙 謝謝 然後加一點糖 糖 一點點糖提味就好 一點點就好 對 然後這是胡椒粉 然後 抓麻 抓麻一下 我們把它分成三等份 三等份 這樣的一個大小 然後再把它切成甜 中捲 還有什麼食材可以跟我們雞肉搭配 因為這個組合蠻怪的 對 就蠻奇特的 其實帶我炒起來的口感 中捲的口感 跟那個雞柳條的那個口感 你吃起來有一點近乎 那個咬勁跟口感 是差不多 對 是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那個三海結合 山上的啦 海底的都可以結合 再加一些 再加上這些叫翠麗的那個蔬菜 然後吸附那個 沙茶的那個鹽 油脂 高油脂 對 然後咧現在我們弄一點溫油 溫油 對 溫的就好 不用太高 然後咧這個太白粉很難免笑 對不對 對 再下一點太白粉 再下一點太白粉 對 然後稍微抓一下 抓麻一下 對 我們就雞肉沒有再溫粉了 不用啦 這樣已經抓下去就好了 這樣喔 有一點中油溫 中油溫 大概到120度左右 對 這樣先過油 這叫做滑油 這叫滑油 對… 有的過油是過熱油有沒有 需要表面膠黃有沒有 那就要高溫 高溫…對 滑油的 中油溫下去 只是用一個油泡的方式 讓它裡面熟成 我們需要一個炒的動作 所以不需要一次到位 不需要一次到位 大概只有六七分熟就可以了 六七分熟 對 因為我們待會兒有一個炒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先來調味 我們先來調味 我們需要的是糖 這個要調什麼味 這個沙茶我們把它調開 就是待會兒我們要下去一起爆炒的這個醬料 對…這邊有三大匙的那個沙茶 沙茶糖 少許的糖 對…跟醬油 醬油 對…然後我要酒 酒 然後胡椒粉 胡椒粉 為什麼要先調開呢 不能我們在炒的時候再加 也可以 但是你先調開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手忙腳亂 嗯…你了解我一下 然後再放一點水 謝謝… 因為我們今天裡面已經有放粉 所以我們不勾件水就不能太多了 可以… 可以… 那所以我們沙茶 你知道沙茶裡面有哪些主要的成分嗎 不知道 它頂多就是鹽魚啦 蒜頭啦 什麼乾蔥啦 一些辛香料的一點點 也就是說辛香料跟海鮮的一個點 嗯… 其實時間控制得意的話 它也是滿快就熟了 對啊 那不會把它炸得過牢 很怕就是炸過牢 所以我們這個滑油油不能高 對… 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很容易識別的 就是把它扒開來看嘛對不對 對… 那裡面如果還有很多的血水的話 就是還沒熟 有人不喜歡吃沙茶的時候 因為最油 對 因為很油嘛 那你需要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來吸附那些油 嗯… 那沙茶你如果要烹煮之前 你也可以把上層的那個油先倒掉 喔… 那油不要下去 油不要下去 這樣就會太油了 好 差不多以後呢 再把中卷放下去 喔 差不多以後中卷再放下去 對… 中卷也要滑油 再過來炒 對… 其實料理就是這樣子 有很多都是這樣的一個組合方式 比較不容易熟了 先過一下油 或是過一下水 然後快速拌炒 跟我們炒青菜趕快 我們的根青先下去 跟葉子再下去 但是台灣料理是這樣 它有一個說法叫做 一清二鮮三塊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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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塊炒 一清是哪一清 一清不是一清莊樣的一清喔 對 那是哪一清 一清是這樣子啦 因為以前農業社會喔 我們物資比較缺乏 對 黑白切都是灑灑的 混導營 對 比較缺乏 混蒜龍導營 就是這麼簡單 清淡淡淡淡 不要清淡一點 清淡 對 就是水煮的 白切的 就這樣子 那二鮮呢 因為台灣四面黃海 四面黃海 所以海鮮不予匯乏 什麼都有 所以它是鮮 鮮 三塊炒就是說 既然已經鮮了 就是快火 快火快炒 就OK了 一清二鮮三塊炒 一清二鮮三塊炒 對… OK 這個是 這個是我第一個告訴你的 真的喔 這樣的一個訊息 也是告訴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一清二鮮三塊炒 中間下去炒油要炒多久 差不多是分半小時就OK了 分半小時就OK了 對… 那你如果說油溫再高一點的話 速度更快 但是我們要保持鮮嫩的話 就不要那麼高的油溫 那待會沥油要不要沥很久 沥油需要一點時間 需要一點時間 對 因為你這樣子這個 這整個雞肉裡面充滿了油脂 它有油脂跟那個水氣 再來爆香 準備來爆香 先把蔥跟薑米放下去爆香 這裡面有很多東西都很容易快熟的 有沒有 這甜椒的部分跟這個都很容易快熟 過火就好了 對 所以你不需要那麼快就下鍋 你先爆香這些蔥啊薑啊辛香料的 我們都知道有一些很多的醬料是 經過高溫加熱以後呢 它的味道會比較容易 然後也會突顯那個本身的那個味道 好 那所以我們沙茶 你知道沙茶裡面有哪些主要的成分嗎 不知道 它頂多就是點魚啦蒜頭啦 什麼乾蔥啊 一些辛香料的一個結合 也就是說辛香料跟海鮮的一個結合 嗯 好那個沙茶我們稍微拌炒一下 那個香氣會更足 沙茶直接下去拌炒 對 各位會覺得很奇怪喔 為什麼我的那些料都還沒下去 就去炒這些 炒沙茶 因為經過加 有很多醬料經過加熱以後呢 它會香氣更足 這時候呢 更香了就對了 對 再加了 再去拌炒一下 然後呢 這些都很容易很快熟的嘛 對不對 動作要快 好 要刺激嗎 你覺得還要再加調味料嗎 我覺得已經 我覺得已經是百分之百了 真的喔 因為現在裡面都沒水氣對不對 來 你可以再放一點點酒 我喝水 放一點點酒好 來 讓它更香一點 好可以 我喜歡吃沙茶醬 有人真的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吃沙茶醬 真的沙茶醬味道太濃 太油 我是非常喜歡 你看這就是 所謂的一清二鮮三塊炒 有沒有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組合起來的 料理就是這樣 料理好玩的地方就在這裡 一般我們的雙流 可能想說 就是兩種的肉類 但是今天我們很特別的是搭配了這個 雞腿肉跟中捲 一個兩隻腳的食材 跟在海裡遊的食材 搭起來口感會怎麼樣 我們來試試看 馬上來試試這道非常特別的沙茶銀牙雙牛 來 再來 先吃 我先吃中捲 我先吃雞肉 好了 中捲 就沒問題 沒話講 你說中捲配雞肉 對 口感近似 是嗎 口感近似 真的 稍微感 我不是說近視嗎 稍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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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說喔 吃雞肉也要切割對不對 對 也要切割 這些就是了 對不對 哇 非常家常的一道好菜 很好吃 那沙茶其實 你那拌麵也很OK 你把那個 我們要講講沙茶有什麼功用 一般我們就知道 直火鍋沾料 對啊 對不對 然後你等下沙茶拌麵 沙茶拌麵 然後燒烤 燒烤 烤肉 弄成壽司 然後塗在肉的上面 對 烤肉 還有什麼 三茶有煮湯嗎 三茶有 豬尾湯 豬尾湯 豬尾湯有沒有 放點沙茶那個味道 感覺不一樣 有層次的口感 我們沙茶拌麵呢 可以加沙茶跟醬油 還有醋跟蒜末 我們這個比例配好 把它丟在一起 然後用個 自己燙個麵 燙個麵 然後一個大個波 然後那些調味料調好以後 沙茶調好以後 麵燙一燙放下去 如果 佐信要來點青菜 再燙點青菜放下去 剛好我實在有講說 很多人不敢吃沙茶 因為第一點口味重 第二點太油 但是我們如果就是沙茶 沙茶醬 我們把上面的油先瀝掉 對 咱才切得到 去掉很多油膩的感覺 對 可以去油解膩的 比較不用用油膩的口感 謝謝阿好塞 今天為我們帶來這道 非常特別的菜 因為平常我們的沙茶醬 有炸空心菜炒牛肉 炸青菜 或者炸豬肉絲 我們今天炸 炸雙牛 中捲配上雞腿肉 非常好的搭配 非常特別的搭配 謝謝阿好塞 謝謝 沙茶櫻壓雙流的做法是 將甜椒切條 韭菜切段 蔥 薑 都切成末 雞腿排 中捲切條 雞腿條入蛋 酒 糖 胡椒粉 太白粉 抓碼醃漬片刻 接著被油鍋120度 將雞柳放入滑油 油滾之後再放入中捲條滑油 一起撈出備用 然後將沙茶 糖 醬油 酒 調成綜合醬汁 接著將蔥末 薑末炒香 放入綜合醬汁 然後再放入雞柳 中捲條 翻炒片刻之後 入豆芽菜等配料去炒片刻 就可以起鍋盛盤了 你要把那雞毛 還有這個豬腳的腳結 腳趾頭扎的部位 你來處理一下 好 就是說現場沒有人有那個拔眉毛的 化妝師 在我的廚房裡面呢 有很多的老師來為我們做料理 因為每個老師擅長的料理不同 所以做出來的這個風格也不同 有的跟我搭配起來呢 像媽媽 有的跟我像哥們 那有的呢 像這個班長帶阿兵哥一樣的操練 但是不管如何呢 我都非常這個誠心的感謝每位老師 為我們節目這個做出每一道 非常好吃的這個料理 那麼今天呢 所有觀眾反應 很喜歡看我跟這位老師的互動 感覺上非常有趣 我們這位老師也算是冷面的校將 但是我相信呢 在他的這個嚴格的鞭策之下呢 我才會進步得非常快 我們先歡迎陳掌櫃 今天好妹上菜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五福臨門 主要食材有 豬腳尖四個 豬肚四個 雞針五個 雞爪五個 雞爪五個 雞翅膀五個 蔥少許 薑少許 還有香蕉兩小匙 調味料要準備 鹽一小匙 花雕一大匙 花雕酒一瓶 還有水五碗 以上就是五福臨門所準備的食材 掌櫃好 掌櫃好 觀眾說喜歡看我跟我們互動 大家好 我們怎麼互動呢 今天又怎麼樣互動呢 今天 今天看你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料理 你看看 都是爪子 哪一張 翅膀 看著不知道該說什麼呢 對 今天我們這道菜叫五福臨門 拿五福 來 來 指頭拿出來 腳尖 腳尖 翅膀 翅膀 肚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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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針 肌爪 肌爪 叫做五樣東西擺在一鍋裡頭 五福臨門 這五福臨門 哇這聽起來是膠質膠質含量非常豐富 然後呢我們有的料呢 醬料呢什麼醬料 什麼醬料 什麼醬料 上海你去過嗎 上海 我常看到什麼招乳 對 這個就是很標準的 我們的 江浙菜裡面 叫前菜 叫冷菜 這是冷菜 冷菜 我們有所謂的招骨頭 最轉彎 最轉彎 醉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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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鴨針 醉爪子 每一道菜都有醉 對 然後呢把這些東西呢 我們統統擺在一鍋裡頭 我們叫做什麼 五福臨門 所以想必這一道菜要需要很多的酒 酒 然後這個酒呢一定要特選的酒 特選的酒 才能夠呢凸顯它這個食材的美味 OK 現在首先呢 我們先來汆燙這個腳尖 對 你準備一鍋冰水 冰水 冰水是不是 來 我們把這個豬腳呢稍微煮一下 是 把糟爐呢先處理一下 糟爐 對 糟爐 因為要醉嘛 因為要醉 所以要把這些東西呢 先把它先放涼了以後 我們才能夠把這個我們處理好的食材 擺在這個鍋子裡頭 嗯嗯嗯 再把這個花椒酒放下去 嗯 擺在冰箱裡面 冰 冰一個晚上就OK了 你拿個筷子給我 這個是酒糟 對 我們剛剛 呃 拿來鍋子連燒 您上次有說這個在 在南北貨航 南北貨航買得到 對 一般超市是可能是比較難 超市恐怕買不到 那這個加入九招的話 這個對食材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效果 提味 提味加香味啊 它本身就蠻香的 對啊 來 一般我們料理比較少用到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香料 一般 一般 一般家庭很少用到這些東西 來 我也是 今天算第二次見過 因為這個東西啊 像是香蕉的東西 是 你把放在 你把不管是放在這個 放在這個海鮮裡面也好 嗯 或者放在這個 肉裡面也好 是 可以提現它很多的味道 很多的味道 那我們今天也有準備這個花椒酒 對 那又有酒招 對 哇 那不是 這個酒味非常濃厚 那我再蔥花放下去 然後這個鹽巴放下去 鹽巴 花椒放下去 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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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椒啊 那很辣囉 好的 這個料呢我們就準備好了 嗯 關掉 關掉我們擺在旁邊 待涼喔 這樣這個雞翅巴 我們先把它弄起來 擺在冷水裡面 它有在冷水裡面的 對 你等一下拿一個 的用意是什麼 你有沒有指甲 我有啊 你有指甲 一點點 好 你要把那雞毛 還有這個豬腳的腳尖 腳趾頭髒的部分 你來處理一下 好 好 所以說現場也沒有人有那個 拔眉毛的 哈哈哈 化妝師 我們稍微來 你說 你看像雞毛啊 像那個雞毛 還有參與的這些東西 你看嘛 像這些東西 把它稍微處理一下 處理一下 好 好 好 處理好 你就擺在那個 擺在另外一個容器裡面 都還滿好的啊 對啊 你就檢視一下嘛 對 第一次幫豬做指甲 好爽 豬腳做指甲 好爽 這豬腳處理得還滿乾淨的 沒什麼辦法 現在其他人 現在那個傳統市場 那些這個商家 他們這還滿有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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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衛生衛生觀念 現在喔 那這個蒸呢 蛤 蒸我們要怎麼樣的去清理它 還是泡一下就可以了 蒸泡一下你就把它 因為它也差不多這個 買回來的時候 它都已經處理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您又在燙什麼 我想把那個豬肚啊 豬肚啊 豬肚差不多這個 對 這順序沒關係啦 順序你要把這最硬的 提最硬的先燙 提最硬的先燙 我還一點水 這一鍋 這一鍋這樣吃 可以吃個一個禮拜 慢慢吃嘛 這個糟的東西又不會壞掉 好 我再把這個 腳尖 放到這個鍋子裡再燒 再回去燒 對 剛剛我們等於只是先穿燙一下 穿燙一下 它並沒有完全熟 現在讓它煮到稍微的七八分軟 我們今天用的量都差不多五 差不多呢 這個是六人份或七人份的量 好 您太客氣了 每次來都為我們帶來這麼多樣 這麼多的食材 怕我們大家吃不飽 你要知道 不是吃不飽 不是吃不飽吃到飽的問題 我走不出去啊 怕 你會上東升的節目這麼好上嗎 我們剛剛第一次穿燙是先來清理它的雜質 對 然後第二次穿燙就來煮到七八分熟 好 剛剛經過第一次穿燙呢 現在第二次下鍋的時候 這個水也煮開了 也滾了 我們煮了多少時間 大概十分鐘有 差不多十分鐘有 第二次大概十分鐘 你剛剛不只十分鐘 在我眼前消失不只十分鐘 注意我消失只有九十天幹嘛 對 真的 我不知道你這 我跟你講我絕對不跟你太太久 你的消失這半個半個半個 將近四十分鐘的時間 我絕對不跟陶子講 你最好是我剛剛跟他講電話 你講 嘿 想陰我 四十分鐘 是要對 四十分鐘 對 你這個十跟四要發音標準 四十分鐘 第二次下鍋再讓它煮到四十分鐘 那怎麼樣才算好呢 是 我們簡單的 拿一隻筷子 你看看 豬肚 舒軟了 雞翅膀 可以壓著進去了 OK 雞翅膀都OK了 好 基本上就是 電話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 然後呢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撈起來 撈起來 也不要太大力 因為它都已經差不多熟的東西 再泡在這個冷水裡頭 把它呢 冰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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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外皮呢 更能夠脆度 增加它的脆度 好 就這種菜啊 其實來講啊 就是你在 選料 嗯 那個第一次的那種過程啊 稍微 滿熟一點 好 那這個菜做好了以後 你擺在冰箱裡 以後 以後之後呢 你再一個一個拿出來吃啊 我告訴你 真的是 味道也不會變 絕對不會 而且超級啊 你會發覺 不管是 以前 沒有 都跟媽媽住在一起啊 或者太太做的 感覺那種愛心啊 是超級有愛心 嗯 嗯 其實做料理選食材 我覺得非常重要 你食材只要新鮮 好吃的話 其實做料理起來的問題 難度就不大 哦 真的 您剛剛說今天有 要 需要用到酒 而且這個酒 是挑選過的酒 酒呢 我們用花雕 花雕 你看這個花雕酒 我就是花雕 這是花雕酒 我不能講這樣不行 你這樣有廣告嫌疑啊 來 這是花雕酒 這是 這是 這是掌櫃花雕啊 掌櫃花雕 掌櫃花雕 花雕跟紹興 OK 你問得非常好 我也倒滿像的 有一點點啊 原來我跟你講 這屬於我們的國酒 是 中華民族的國酒 嗯 這個 米酒 老米酒 它有四個名稱 嗯 第一個 圓紅 圓是 一圓兩圓的圓 紅色紅色的黃 圓紅 圓紅 加飯 散釀 香水 四種 四種 米酒 這是米酒 這是糯米做出來的酒 嗯嗯嗯嗯 那圓紅酒呢 所謂的第一道酒 它呢還幹什麼 紹興 紹興 黃酒 黃酒 花雕 啊 包括撞圓紅 嗯嗯 那圓紅就做好了以後呢 他們把那個空呢 塗上去是紅色的 嗯然後呢 擺在這個教頭裡 嗯嗯嗯嗯 十年以後 哎兒子呢 烤壯圓的烤到了 哎拿出來 叫做壯圓紅 那我們有聽到什麼女兒紅 啊這個都是坊間自己反正就是 自己後來再游傳出來的 那麼呢 加飯呢 是兩道酒兩道米 再去做一個二池的一種做法 嗯 加飯 散釀跟香血呢 是一種不同 酒精度不同 嗯 你看加飯的酒精度大概在17 嗯 那圓紅呢 圓紅大概在 18到20 20 對 那第三道散釀呢 大概在13 13 對不對 到了香血之後呢 大概在10左右 你看它的杯口啊 它的平口 它你只把這晃一下 它都會跟那個琥珀色 有那種酒 有那種那種甜度慢慢慢慢沉下來 嗯 越沉越香嘛 老酒是越沉越香 嗯嗯嗯 越酒越好喝 叫做老酒 然後呢 加飯酒跟三釀酒呢 對不起 我跟大家再解釋一下 加飯跟三釀呢 要勾兑 加飯跟三釀 加飯跟三釀要勾兑 你勾兑呢 你這個酒呢 就更好喝 嗯 為什麼勾兑呢 我們講我們有個有個術語 叫做六十 四十 四十二 六十四十二 六十呢就是說呢 你加飯 加飯六 三釀就是十 嗯 嗯 啊 那麼呢 六十二呢 就是應該比例 加飯六 三釀十二 十二 再勾兑一下 這個酒呢 好香 比較更能 更能夠呢 入口 嗯 所以這個酒啊 有時候要注意一下啊 那這些酒呢 尤其我們這個 尤其我們像那種花雕酒了 燒心酒了 啊 叫黃酒了 我們在我們浙江啊 在浙江沿海啊 就是這個地區啊 婦女呢 累了 或者是生過月子啊 做月子 做月子的時候啊 那用這些 煎什麼 去燒蛋 燒蛋 老酒燒蛋 或者你男生很累了 做工很累 補一補得很累了 暈船啊 用老酒燒蛋 燒蛋 對 加什麼 加那個甘蔗糖 怎麼燒呢 你大概跟我們解釋一下 怎麼燒 老酒燒蛋呢 很簡單 就把你這個蛋呢 這個老酒先擺在鍋子裡頭 嗯 就讓它煮 不是很簡單 溫溫的 把那個蛋放下去 然後再把糖放下去 火一開 燜在那個地方 就是你不能把那個酒精啊 把它吹化 你說白煮蛋是不是 還是就是 是 老酒燒蛋 老酒燒蛋 那個蛋要打開 你不能整個蛋 連蛋殼放下去 就白煮蛋 對 我們白煮蛋下去這樣煮 吃吃看 吃吃看嘛 吃吃看 你吃吃看 你怕什麼東西 我都吃了 你看 又沒有三句清安 這是老師的動作 不是我的動作 不要罵我 不要再罵我啦 好 好 我們剛剛不是第一 第一鍋燒了一個 那個滷汁嗎 對 滷汁 對不對 我們有加上 薑 蔥 對 酒糟 對 還有這個 花椒 鹽巴 對 像這個冷掉了嘛 嗯 對 來聞看香不香 嗯 香 香香香香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 豬腳放進去 對 有程序的 你不能亂放 好 對 把那個腳尖 剛剛您說下鍋的時候 我們下鍋去穿淡的時候 這個皮最厚的 先下去穿淡 一樣 這個浸泡的時候也是 也是一樣 對 把皮厚的先下去 我就說您這個人 太客氣了 太周到了 備料備了那麼多的 對 這麼多 太豐富了 對 我們下去讓它 泡著 泡著 放到冰箱 泡在冰箱 那你為什麼 你要問我要酒什麼時候放啊 你不講 我已經問了三次了 你一直在不講 一直不用 你黃講 你要一直要問啊 酒什麼時候要用 等一下 你回答跟剛剛一樣 酒什麼時候要用 等一下 太滿了 倒一點 沒關係 等一下 那個 OK 這個泡子 吃吃看 吃吃看 吃吃看嘛 吃吃看 你吃吃看你怕什麼東西 我都吃了你看 又沒有三句清安耳 這是老師的動作 不是我的動作 不要罵我 不要再罵我啦 不夠鹹 不夠鹹 所以鹽巴來一點 鹽巴來一點 對 倒在我手上 來 給我一個特寫來 倒在你手上 對 再來 好 夠了 再我個手掌心的掌握 是 就夠了 做菜 做菜其實來講 你一定要一定要多少劑量 多少劑量 這個很難抓 這個很難抓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有時候是需要經驗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 剛剛這個水呢 嚐了一下呢 它只有一點點的鹹味 但是呢 它沒有 沒有一點那一種 感覺你有鹵味的感覺 對 因為這個浸泡的東西呢 本來這個鹵啊 就要稍微鹹一點 好 那我像剛剛加了這些鹽巴下去呢 它沒有溶解 嗯 你稍微再等一下 等個幾分鐘啊 味道會散發出來 你趕下去 嗯 好 這個味道有感覺有點味的味道 那酒什麼時候 這個時候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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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我們再倒入這個花椒酒 對 因為為什麼最後到呢 因為呢 也要等它這個水完全冷卻了以後 嗯 因為這個酒呢 它酒精不會蒸發掉 哦 它會直接呢 我們在進的過程當中 它會 入味 因為這個酒它本身啊 它有鹹味 哇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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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 差不多一瓶啊 差不多一瓶啊 差不多一瓶 我們現在剩下 剩下一點點 好 好 這個時候呢 哦 好 你的瓢根呢 再喝一口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待會喝醉 不會 下午就乾 我不能主持 我來幫你主持 OK 就我們決定 您主持還得了 您主持 我們其他那些老師 怎麼辦呢 好 酒香味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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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名 哦 花雕 風的花雕味 哎唷好厲害哦 鹹味就出來了 對 然後呢 保鮮膜蓋著 保鮮膜蓋起來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對 這邊再來一次 這樣子 不要讓它氣跑掉 好 這樣 大功告成 還沒有大功告成 還沒有大功告成 現在成品呢 就到七層 七層 對剩下的三層 三層呢 我們呢 等一下擺在冰箱裡頭 一個晚上 一個晚上 你明天就可以吃了 因為呢 製作這個 這個 招的招的菜呢 它需要時間 不是馬上做馬上吃的 我們需要一點 像隔夜啊 這個就就是我們之前 我們今天做好的 等我們再做個過個刀 好不好 擺個盤啊 好 來 哎唷 乖乖 過個刀擺個盤 來 對不起師傅 沒切到 沒有關係 豬腳我們是從那個 腳指這個地方 腳指的縫 先把它對半切 對 再大的這一塊再多一刀 你看你多少人 我們切多少量 好香喔 雞腳 這個我們等一下在一起擺盤 好 來 哇你看這個 已經嫩到喔 輕輕剁了就碎了 你今天加這個 這個食材是這個 豬腳 雞腳 雞針 豬肚 還有什麼 就是豬肚肚 還有一個 那個雞翅膀 雞翅膀 雞翅膀 那我們還可以加什麼下去做 可以加很多這個肉類的東西 雞肉 豬肉 都可以 牛肉也可以 都可以 想吃什麼 都可以加什麼 對 我跟你講 有一段最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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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呢 這一段是最好吃的 這一段 對 這也是您餐廳的料理 對 這個很費工的 這時間 稍微花點時間就得了 你前一天就要準備了 對 還有 這又是豬肚 對 哇 好豐盛 好豐盛 所以呢 我們叫五福檸檬嘛 對不對 這是 涼菜 涼菜 叫冷菜 冷菜 所以不能再把它加熱 蛤 這個菜不適合再把它加熱 不能加熱啦 兄弟 不能加熱 不能加熱 這個加熱不得了 不得了是什麼意思 這出爛熱 好 這個豬肚做最後的刀筋修飾 好難把 這個醬汁再淋一點 我們經過這 一天一夜的奮戰之後呢 我們完成了這一道 五福檸檬 我們馬上來試吃它的味道 怎麼吃 那你先吃 我喜歡吃 大口的 肉大口的 我先吃個這個 蒸 我先吃一個 小腰爪子 好香喔 我吃個小腰爪子 還有這個小腰爪子 好香喔 哇而且這個滷汁 完全滲透進去 嗯 嗯 有啊 正點 難怪您說是 呃 冷菜熱飯 這樣就可以吃了 這個 這個菜不能配飯 冷菜的意思就是 不太冷 這個要配酒 配酒 哪有 配酒啊 嗯 欸 其實這道菜 我們剛剛最最重要的那個重點就是 那個滷汁 對不對 嗯 對不對 你在一直吃啊 你回答我的話快點 你不要再吃了啦 我一定很好 嗯 哈哈 餓了是不是 不是 為什麼好 真的很好吃 真的好吃 嗯那個香味 咬在口裡會散發開 你看 好吃到什麼 好吃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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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你為我們複習一下 不是 那個醬汁 對 但是很簡單 嗯 對不對 只要老薑 老薑 蔥 蔥 胡椒 胡椒 花椒 花椒 瓜椒 莉 花椒 還有香椒 香椒 嗯 就是花椒酒的酒贐 嗯 鹽巴 鹽巴 一起煮 煮開了以後 擺到旁邊 嗯 好 然後再把所有這些材料呢 可以泡 等一下 我先吃一個 哈哈哈 不會把這些材料呢 烧开 最好就是说 假如用蒸的最好 用水蒸最好 用水去下去蒸 我们因为有蒸笼的关 火的关系 我们就用水煮 你说用蒸 用蒸锅下去蒸 对 蒸好了以后 把它拿出来 泡在冰水里面 冰凉了以后 再摆在我们那个柳汁 保健膜封起来 你刚刚一直在问我 那个酒什么时候下 酒最后下 最后下对了 最后再下 对对对 整个东西我们泡到那个滷汁之后 好你解释一下 你解释一下 我在吃 在封保鲜膜之前 我们再倒入 将近一瓶的花雕酒 就看你准备的食材了 对不对 准备好之后我们就 保鲜膜封起来 放到冰箱里面 给它冰个一个晚上 隔天起来就OK了 对不对 这样你学会了没有 我会了 你会了OK 好 非常谢谢陈掌柜 这个也是您 餐厅的这个招牌前载了 对对 哇 你每次来都请囊相受 提供这么好吃 你餐厅里的料理 是油脂汁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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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花雕还剩下一点 待会我们赶快去喝一点 好不好 你不是不会喝酒 您喝啊 还有我们摄影师给您喝 非常谢谢 好谢谢 陈掌柜谢谢 谢谢 谢谢 我伯黎们的做法是 先将猪脚尖 鸡翅膀 鸡爪 鸡针 猪肚洗净 放入滚水中汆烫去除杂质 起锅放入冰水中 处理干净 然后再回热水中 稍约四十分钟至七八分软 捞起冰镇带凉 接着取一容器 放入水和香糟 等香糟化开后 放入姜 葱 盐 还有花椒 改小火煮十分钟 就成为卤汁了 卤汁起锅后放凉 接着放入所有的食材 再加上花雕酒浸泡 腌入一点的盐 盖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冰一个晚上 就完成了五福临门了 今天成长会教我们做一道五福临门 这是一道手续有点繁杂的前菜 但是重点是呢 我们今天学到了怎么样用酒入菜 本身不喝酒的我来讲 酒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东西 但是呢 酒加在这个料理里面呢 对于不喝酒的我呢 也可以品尝到这个酒的香味 但是却没有让你醉醺醺的感觉 那也得到了一些很多这个酒的典故 跟一些常识 什么样的料理适合用什么样的酒 那我想如果您喝酒的话 这对你来讲更是一项好消息哦 酒客餐 酒客几锅 酒客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